妈妈妈妈妈在迷你制作核弹 慢慢制作 制作核弹这能有多难 把制作的核弹绑成跟真的一模一样 看好了 咱们直接打开迷你工坊 在迷你工坊里搜索核弹 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种核弹 咱们随便找一个核弹下载下来就行了 然后把下载好的核弹导入地图 再从背包里把刚才的核弹拿出来 看 这又不是把核弹做好了吗 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 可是拜拜 你这核弹只是外观照的像 它又不能爆炸不算是真的核弹 谁说它不会爆炸了 要是我做的核弹不会爆炸 小伙伴们随便电邮嘲讽我 这就点火给你们看看 哎 为什么没有反应了 爸爸 你包含哪个模型怎么可能会爆炸 这制作算是失败了 小伙伴们 我给你拍电邮嘲讽 哼 我才不怕 因为我也会电邮反弹 妈妈吃素 你爸爸做的核弹 我看顶多算是个弹壳 根本就不会爆炸 吓唬谁呢 真正的核弹必须要会爆炸才行 还是看我的吧 首先从背包里拿出复制方块 还有炸药桶 在这里放上复制方块 放上炸药桶 再到对面用炸药桶叠高 然后复制出来 按照这个方法 用炸药桶做出一个核弹的样子 哈 这样我的核弹就做好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恐怖 我很有威慑力 这不就是一堆炸药吗 这有什么可怕的 和核弹的威力比起来差远了 哼 别不服气 我的核弹可比你的破壳子强多了 这就点火让你看看它的威力 妈妈别 玩了 啊 屏幕怎么卡住了 惨了惨了 我的电脑冒烟了 快打119呀 我制作 哎 我就是服了 爸爸制作核弹是眼带 妈妈制作核弹 直接把电脑给整爆肺了 你们还是别尝试了 我来教你们制作真正的核弹吧 首先打开资源工坊 下载一个核弹的模型 再打开上线库 选择创建一个模板 选择投植物 然后把下载的核弹模型放进去 改一下名字 最后把攻击类型设置为爆炸 把攻击力调到最大 把破坏方关也打开 保存 这样核弹就做好了 进入地图 你们看 我这个核弹才是身上的核弹 用出去直接摘到了整个地图 你们学会了吗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